欢迎来到BlockTempleTV,This is Anil 然后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到这个澳门的澳门塔 那大家都知道像Las Vegas还有Macau这边都是非常大的娱乐产业 那澳门有很大的经济支柱也是来自于这个娱乐产业的产出 BlockTemple很荣幸能够邀请到Alpha Slot的Raymond 然后来为我们介绍他怎么去建构整个娱乐生态 以及透过区块链 我们从小到大玩游戏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是非常喜欢的 就是很多的工具,玩游戏,武器 我们玩的时候玩就是我们要拿很多的禁币 然后就是达到某一个就是一个status 然后就可以做其他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就是游戏行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到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就更进一步就是想到 在现有的娱乐行业,娱乐游戏行业上面再加一层 就是tokenization 传统的产业它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 人家进去我传统的产业里面 然后他离开了回家 就是上了物联网 我怎么样跟他技术去联系 区块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的场景背景 因为你来了澳门也好 去了拉斯维加斯也好 去了新加坡也好 回到台北去 我还是有一点东西拿着 这个你想一想 是不是一个O2O的integration 利用一个技术解决两个问题 一,令到游戏行业更丰满 更多的游戏行业进来 二,O2O把线下两个产业打在一起 这个就是Alphas 区块链面对的问题 区块链面对的问题 就好像20年前物联网面对的问题一样 这个可能需要三年五年的时间去解决 但是我们可以想就是 那怎么办现在能做什么东西 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一定要在区块链去走 其实不是 那就把最小的东西放到区块链上面去走 最大的东西放到就是现在的centralized的伺服器上面去走 当然也有一些东西是Ethereum不能解决的 这个也是Alphasnaut的商务里面 为什么我们会提到 我们会建构自己的供链 其实这个供链的作用就是去填补一些Ethereum里面 我们不能承受的一些的Limitation 这个供链最大的作用 就是怎么样把其他的供链连载起来 一般的跨链技术只是说 从一个链到另外一个链 但是哪产业呢 我们跨链以外 还有一个产业落地的一个Bridge 第一是产业的落地 第二就是怎么样 让大众能更快更容易地去接触到 这个区块链技术来带来的好处 Alphasnaut这个项目 针对的 现在针对的是游戏娱乐行 一个月几百万人走进去 区别一个娱乐场里面 你看外面多少人在澳门 一个很大的一个用户群 就放在你的面前 以后的人要接触区块链 只是把他们的手机 放到其中一个机器上面 然后就接触到区块链了 直接就落地了 东西就那么简单了 现在要要处理的 尽快把东西落地 不论它是多与小 尽快的落地 然后就在中间 我们再慢慢发展 把这个用户群一起搭上去 这个搭上去的群是怎样的 这个是我看就是这个项目 还有区块链产业的未来 会是这样的 那其实区块链这十年以来 一直最缺乏的就是用户 然后Raymond打算用这样子 游戏娱乐的方式 让所谓大众能 马上就能接触到 那区块链马上就能落地的话 我们有了用户 那也就能带起整个生态系 那我们Block Tempo TV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Raymond 来自Alpha Slug 谢谢Raymond 谢谢你 谢谢你